那么今天我一个会员 传这张DM给我说 夏老师我要搬到你们公司对面 然后这样子我就可以就近照顾我 其实我觉得这个老妈妈还蛮可爱 说夏老师以后我帮你煮三餐 然后请我看一下这间房子 这间房子刚好就在我们公司的正对面 然后下面是一家很有名的双月 然后只是说没有价格是4480万 所以说一平单价是111万 然后总共是24年 基本上我举例好了 我在前年我们公司附近有个新的建案 叫做杭州首席 那时候我去看的时候是130万 都不二价 现在房子 很多说台湾的房价为什么这么样的贵 我没有办法去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好像很多说台湾少子化 跟日本韩国都是一模一样 日本的房子超级无敌便宜的 日本房子如果4480万 你可以买到东京非常好的房子 我讲坦白的 然后这间房子是24年 那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老师台湾房子为什么那么贵 基本上我们就以淡水为例 我们今天变房地产节目 今天可以讲九点 我们先打底赛 我们以淡水为例 淡水的话它的建案很多 那我住北投 北投现在建案是很多 很多是奇怪的 少子化这么严重 难道每一个人都有房子吗 可是我问你真的很奇怪 你到淡水去看 我去看 真的每一户都是亮的 每一户都有人 好奇怪 房子永远都不够 当然这次房价的大涨 是来自于很多台商 逃离大陆的状况 好 他问我这些房子 我再想一下 我给大家看一下东西 他的登记屏数是40.26平 然后组建筑物的话是22平 代表中间有20平 也许是包括一楼的警卫室 也许是包括停车位 那他只有含停车位 含停车位 然后在中正区青岛东路六支一号 然后他是第二层 我觉得啦 没有没有 没有啦 我就叫那高妈说 你打去跟房仲杀一下 111万 我讲坦白 有一点点贵 可是事实上再回到 再回到杭州首席 杭州首席 我记得那时候还没盖的时候 一瓶是135万 而且是低楼层的 现在都接近200万了 所以说 我就跟高妈讲说 你如果打电话去给仲介说 能不能算便宜一点 总价我出4千万好了 他应该会挂你电话 小高妈妈 我们再等等 再等等之后 可能一个礼拜就没有了 好 基本上 很多人说台湾 我坦白讲 因为我在日本 我有很多房地产 所以说我有时候 假日会飞日本 我坦白讲 台湾物价比日本贵 你们信不信 很多之前我的朋友跟我讨论 日本说 干怎么可能 日本拉面多贵 你们真的有空去 没有 我们不要看拉面 拉面也比台湾便宜 你去超市 不要去超市 你去洛桑 或去7-11 你直接看什么东西 看三明治 看鸡蛋 我这样点到这边 好 可是问题重点 你是在台湾 不然你可以游泳到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物价更低 好不好 中国大陆4400万 不用讲4400万 这种房子 这种房子 可能连200万都不到 我跟你讲真的 中国大陆现在房价 是大幅度的崩盘 可是问题 你身在台湾 那你要怎么办 你要想办法自救 来我先给大家看一样东西 今天早上 在10点15分的时候 我有传我会员的讯息 我直接丢在未来事件部的Telegram 我让你知道我的夜随操作方向 好 那今天其实在9点23分的时候 我告诉我的会员 112到105 还有22050做多 然后这个打叉叉 这个没成交 所以说我们在105还有22050全部成交 好 我先算一笔好了 光这一笔的多单 我就赚了240点 基本上我一直在跟我强调 因为最近带枪投靠的投资朋友 真的蛮多的 我还是秉持着我的几个逻辑 第一个 你所要找的一个所谓老师 我们先用跳快一点 这叫做拿出对账单 很多人可能说夏老师 为什么你能交出400万 夏老师为什么能交出358万 夏老师为什么你能交出563万对账单 好 我先强调真实性 基本上我们公司是合法投雇 诈骗集团的对让单也许是假的吧 因为他骗什么70岁的老翁 然后跟他讲说你放100万在这边 我每个月给你10万利息 结果老翁真的把100万丢去 没有你知道多好骗吗 100万丢去之后 他给他10万块利息 给了半年之后 然后跟他讲说老公要出金了 因为半年我已经赚60万了 我要出金我会100万 看我100万赚60才要出金 结果他就用话术跟他讲说 没有啦 因为公司一再扩展规模 如果说你能拿更多的钱出来的话 有有有有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我一个最狠账命的 好你100万出金对不对 你要拿60万他给60万 他给60万 然后不动声色 然后可能过了两三礼拜之后 跟你讲说我们现在公司要扩展规模 现在给你更高利 100万我半年给你一倍 可是投资最低等的门槛要30万美金 我们现在变跨核公司了 我们的总公司在新加坡 只有老公拿1000万出来 30万美金出来就死掉了 诈骗集团会用假的 我是华信头库总经理 总经理是扛把子 如果你所看到单单 你所看到的抠信 你所看到每天节目带 有任何虚有造假 就好像你看 你看我已经神格化了 神格化到人都不见了 只剩一根头 我头多一下给大家一起做 好继续 继续 最后看过了 一直到上 你们很怀念台子07结算 台子07 台子期货还结算在天花板 我们还赚了四十几万 好开始了 基本上为什么要拥有主力心态 这一波台子期货 一口气跌了2500多点 不要讲期货了 我问你 你的股票有没有死很惨 不是有很多投顾老师 带你去追3105的文贸 告诉你是苹果iPhone16概念股 他妈的昨天在文贸法说会之前 我就跟你预告他完蛋了 我们跟你讲说iPhone16根本没有配备AI 谣传 那我请问大家 现在连中国那种阿猫阿狗的贴牌手机都有AI 三星老早就有AI 华为也有AI 你苹果iPhone16没有AI 谁要买啊 这跟文贸财报不好有关系吗 那是因为你根本没有看到主力心态 人家文贸老早在三个礼拜前 主力作手就全力放空了 所以说啊 你不要跟我讲期货很难 为什么叫你们要开期货的户头 你们这一波股票你们输至少都是三四百万的 不恐怖喔 当然不恐怖啊 因为期货我举个例子好了 期货你做错边 你看我的会员赚了五六百万 我的会员赚十几万 代表有人跟我对坐 那你跟我对坐的 你也许你在一个礼拜你就输了十几万 可是股票呢 股票呢 股票呢 两个礼拜也是输十几万 那我们怎么做的 好来啊 再一遍了 主力心态空嘛 为什么你要去下载软体拥有主力心态 好 我再讲第二件事情 刚刚呢 我的会员跟我讲说 有人要发鸡牌 说他的业绩低迷 我有时候觉得说 为什么投顾老师都要比Lite 8人数 都要比那些 比Lite 8人数 然后要比什么 他的业绩怎样怎样 我就给你举个例子好了啦 虾猫碰到死老鼠 他告诉你呢 他期货的空单赚很多 可是你知道吗 他满手的股票 不管包括3005的神机 2324人保2353宏基3035资源 我都倒背如流了 资源还买了400多块钱 好 这也不干我事情了 我们不要去管别人了 我把自己做好就好 那我是怎么操作的呢 来清楚 反正我们的前提是什么 少了百万的低限成本 还有400多万的YouTube广告费用 他一个月可以花400多万买YouTube广告 干 花这种钱 如果没有办法做到全台湾投顾业绩第一名的 那不是要跳河了吗 你懂意思吧 好那不干我的事情 你要找他去找他 我怎么做的 然后我怎么做看清楚 主力心态空 我在节目当中 7月10日有跟你预告 主力心态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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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告诉你买卖权 买卖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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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很轻松我赚了两倍 然后同样 然后7月22号的时候 7月22号 我一样跟你预料主力心态空 所以说继续买卖权 结果买卖权又赚了将近有1.3倍 又赚1.3倍 对不对 然后跟你预告 No good 然后直到7月26号 主力心态同地 顺变红还没完 然后跟你讲上下这浪 你看主力连PM盘都大赚 直接跳这礼拜 礼拜一 我只赚了50点 我在节目当中 我很诚实跟你讲 我只赚50点 因为看不懂 所以说我们出场我赚50点 那我也跟大家报告过了 其实在想看 在想看 你的3231的伟创赔了18万 你的30377你赔了37万 你的3105的文贸你赔了45万 这三笔单加起来 这三笔单加起来 妹妹啊 如果说是你爸爸你会生气啊 会 对 会 会抓公 没有没有 如果你们的薪水 是跟谢总经的一模一样 我们一个月薪水 到这数字 三个数字加起来 还超过 好臭屁哦 再一遍咯 没讲清楚吧 如果说你爸有赔那么多吧 哈哈哈哈 不要再调料 不要再调料 是不是 哦 那你要叫你爸回贵算盘 要回贵算盘 哎哎哎哎 这样加起来 一到一百万 这样加起来一百万 我加两百 真的很糟糕 你们去开个期货户头 是会死人是不是啦 手续费要便宜 现在政府还给你违行台子 期货一点只要十块钱 只是我的会员到今天为止 没人下过违行台子 有像讲的老师 谢谢十块钱 搞屁哦 不是 至少你把你 没有 他重点在哪里啊 你把你一部分资金丢到那边 你就不会输嘛 你就不会输成这样嘛 好 来还没完还没完哦 呃 来成功三个条件 我还有老外聚 我知道有很多投顾老师 很想算什么关键价啦 还要计算多空防守价啦 对啦对啦对啦 没有你为什么你要选择我 我问你 我们做预测 我做预测做预测 我不是跟一般废物的节目 每天只会告诉你 买最低卖最高 那一定是诈骗 那一定是诈骗 跟这个诈骗一模一样嘛 你一百万给我 半年后面一百六十万 这不是诈骗吗 这怎么划大笔吗 好来我怎么做的 来礼拜一的时候跟你预告 up and down 礼拜二会up and down up and down 结果呢 结果PM盘大跌 所以说你要下软体 但这软体真的很夸张 连PM盘 不是 以前 以前主力不做PM盘 为什么你知道吗 晚上要上酒店爆妹 怎么可能去做PM盘 可是现在你知道PM盘 一个晚上的成交口数 有高达将近五六万口到十万口 主力当然也想分杯根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发明的软体 是包括PM盘的 PM盘你看主力先太空 结果呢 结果呢 礼拜早上起床 你有没有脸黑掉 爆叠 结果礼拜一开牌 不好意思喔 他马上空单回补 他马上空单回补 结果空单回补 结果呢 昨天我们的获利就高达将近五百点 那五百点这个逻辑是什么 马上看昨天节目 还没完 还没完 好看清楚 自由配一加二升级放大版 我为什么呢 我希望大家跟我赚钱的过程当中 你要学习到主力做手钓鱼技巧 开始慢慢讲 首先我们先来讲一个白痴的操作方法 我有很多会员跟我讲说 小时你有时候真的是很坚持 你这次跌两千五百多点 你没错 你带我们避开 而且你去买卖权 然后他问我一件事情 问的好 没有 反正我们节目费才一万块钱 干跟那个他妈广告费花四百多万 那白痴 那是天然之北 小时问的好 小时你带我买卖权 你为什么不去放空期货 干问的好 问的好 我说期货跌千点之后 他如果随便一个反弹 一个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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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能就赔了十万块 赔十万块 可是我选择权 我丢个五千块下去 我丢个一万块下去 我的损失最多就是一万块 所以说我这个人策略的考量很清楚 老师主力心太空 你就跟着空 没有 因为我会衡量 因为我手中股票我是做多的 做多的 那做多的情况之下 我如果没有 我不想陷入那种很不要脸 反正一万块的成本 你要听清楚 一万块的成本跟四百万的成本差很多 所以说他告诉你他期货大赚 可是他会员手中的3005神机 什么3545的敦太 335的资源 然后23533宏基 234人宝都已经不见了 因为他有那种业绩压力 我没压力 我讲清楚一点 好 这一段你看 这一段来 下沙的时候大盘主力心太 它是个飙飙准准准 都空嘛一路空嘛一路爆杀 我是带我的会员 我买卖权 可是我没有做期货 我没有做期货 有做就有做 没做就没做 没做没做 可是问题 可是问题在哪里 只要你一翻多的时候 我就会连本带利 我赚很多回来 来我这边给你看 怎么做到 来我们先讲一个方法 我有的会员 他们都比我还厉害 应该这样讲 你只要有软体的 你绝对比我还厉害 好我举例 看清楚 昨天的10点32分 3点35分 这是今天 今天之前叫昨天 3点35分之后 大盘主力下来就多 所以我一直在高党之后震荡 可是我不可能无时无刻 一直在那边照给大家 所以说我建议所有的会员 它是你的标准配配 就好像你去洗澡的时候 要开水 不抹肥皂OK 尤其如果说你有抑郁性皮肤炎 不能抹太过肥皂 然后男生到老的时候 也不能抹太过肥皂 人到老的时候 因为我们油脂的分泌会少 你用肥皂之后相信我 相信我你会越用越痒 对 只能用水冲洗 只能用水冲洗 然后你到一定的年纪 如果我看下牙看下牙 不好意思 你盖啤酒 未必是 你们要笑什么 我在这医学 人家叫我 谢蒙古大夫 我们公司同事 他妈有病都先找我了 看 那妈的朋友说 什么他的朋友 他姐姐血压降不下来 吃了两次腰都降不下来 一天吃两次降不下来 也问我了 那我就跟他讲说 两天什么 我说第一个检查假装线 第二个有可能是血糖引起的 没有 因为血压药有三百种 血压药有好几百种 不过当蒙古代污当那么久 我也是犯一个很致命的错误 每天妈的都爱吃不止 没有你们血压药 不要把它当感冒药吃 我很会讲 可是我一直把血压当感冒药吃 我感觉头紧紧的才吃 下次又挂掉了 好来来来 今天节目讲 今天节目讲30分钟 这太很好笑了 没有很多人都说 比如他们说 没有你们都可以当我老师 看清楚 没有不是不是不是 你说老师 从3点35分到10点半的时候 你人在干嘛 看我有我的人生啊 我不用照顾小三小四小五小六 我不用照顾我家多多 我不用照顾我家乐乐 我用我的人生 我有我的研究要做 所以说拜托大家 反正一天只要一个鸡腿便当 电话号码在右下角 022392 3.8把它拨通 可是你看10点32分之后台紫期货在22050 好结果一路爆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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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早上跳空的开高 这个10点32分在2217 跳开高 跳开高 在22050 从绿色变楼色 绿色变楼色 可是你知道我今天带货员赚2000多点吗 好我怎么做到 来我先给大家看 来这昨天预测 收盘到AC 我干 逻辑学起来 你把我逻辑学起来 我们那么多笑话 你要把逻辑学起来 收盘到AC 收盘它大于AC 来直接跳这边 504吧 054 来来来来 054好 老师为什么挑联军 你知道我来这强调的事情 你看到期货600多万 你看到联军25只涨停板 我的做法是什么你知道吗 当我逮到机会 咚咚咚咚 所以说7月份 我已经有三次 三次以上 我一天让我的会员海捞1000点 逮到机会咚咚咚 不好意思 在我的字典里面 没有鱼头 鱼尾给别人吃 在我的字典里面 包括鱼骨头 我也要包回去给我家的猫吃 我跟你不熟 我干嘛给你吃 你懂我吃吧 好 再来一遍 昨天预告收盘带AC 所以说开除 PM盘 PM盘开除 昨天1.43分 1.43分 1.43分 22054 21933做多 昨天1.43分 昨天PM盘最低的低点21786 21786代表这个中 这个中 两笔都中了 两笔都中了 好中两笔 来继续 老师 再给会员一个建议 有的刚交入的会员说小时 这边在这边的时候 你叫我们22054 21933多 等得好辛苦 我问你 你们盯盘赚得到钱吗 等待的过程当中 妹妹来来再来看一下画 你可以把这张图拿出来 大武山牧场 寻找满蛋画手 扫描QRcode送好礼 你记得我们小时候 你们小时候应该有在画吧 就给你一个这个 拿开自己上色 自己上色 你知道我盘中在干嘛 都在做这些事情 我在做这些大武山牧场 你看七栽跑来跑去 我问你 如果该死的中华民国政府 靠腰间要讲三十 因为拿太多抵赛了 跟你讲说你下单 等下我负责 反正今天都隐形了 他妈我最大 真的啦 真的 反正那个老师还没来 来啊交捡贷 派出本事捡 来来来 如果政府 中华民国政府说 你挂单 要给你收10块钱 那不要挂单 中华民国政府 有跟你讲挂单要钱吗 好 两趟了 两趟了 继续继续 来来来 开始进入今天了 昨天买的还是安全 还是安全 来153 140 048 21959多 就这个成交 这个成交 这两笔成交 这打杀杀 没成交 没成交 好再继续 继续来来来 然后呢 10点15分 有贴给你们 9点23分 这个成交 这个成交 所以总共6笔了 6笔了 还没完 我今天一次买7笔 我今天一次买7笔 来 对不对 你爸爸技术分析很厉害 你应该也不错 遗传到 你该买吗 破线你该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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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点05分 22187 买不到我卸温头 多少钱可以当你做 就叫你们 把去买鸡蛋的时候 鸡蛋那张纸撕开 背后有一个大普山牧场 你们多画 你画鸡鸡 不是你下面那个鸡鸡 你画鸡鸡 站在那边听耳机 这么多小鸡围着这跳舞 赚翻了 22178也中 22178也中 来 22178也中 来来来 讲不完 还有来 续集打开 第一周的买权 151 129多 好 2比2成交 129在那边 成交 成交 我算129就好了 我算129一比就好 129到收盘204 我赚了75点 75除以129 光选择权 这一支 129部分 就赚了6支涨停板 好 妹妹 很多人听不懂 老师什么叫选择权 来 我再教你 你把这个当作是一档股票 只是这档股票他妈的他很机车 人家叫做台积电 他叫做8月份第一周22500 一样都是买嘛 只是有的股票叫台积电 有的股票叫23C红海 他比较贱 他叫8月第一周22500 拍谁 你买129 你买129收盘 收204 你去哪边找这种股票 一天赚6支涨停板 还听不懂 第一个我给你预测 我昨天有跟你预测说收盘大于AC 所以从PM盘我开始买 所以今天从昨天到今天我总共买了7笔的多单 选择权机器算 来7笔多单 我有7笔嘛 我把这7笔加起来 我算我算 我只算到50而已 算到50 我没有算90哦 我算了2233点 台子听不懂 来干最贱的来了 煞猎五 煞猎五 来对方单 台子权 台子权 选择权吗 选择权吗 9万2700 9万2700 台子期货 这样子也20万 走了 还没结束了 解完大盘了 反正你迟早都会来找我 差一天真的差很多 5 4 3 2 1 所有东西都写 都写在投标 写在投标 写在投标 好 继续把它解下去 说完到AC 所以说明天应该是多头最强的攻击机会 观察OTC能不能过 解完 好 那股票的一个所谓部分 叫你们来找我不相信 结果现在全部死光光的吧 那我们就把鸿海稍微讲一下 为什么按赞分享 记得要按赞 记得要按赞 因为没有再强调逻 再来再来 因为昨天预告收完大盘AC 所以昨天PM盘我挂八个单 结果成交了 因为我很多会员现在都学我 在画大五人木材 我们帮大五人打广告干嘛 然后到时候你会发现说 他妈的参加那种绘画比赛的 不是小学生 不是幼稚园学生 全都是七八十岁老人家 笑死人了 赚翻了 没有 我今天11点05分成交那笔单 你如果没有画大五人木材 你看它跌破平台颈线 你一定会抽单 画大五人就对了 不要金盘 不要金盘 好来来 红海 这昨天红海跟大家讲 压力200.06 然后支撑193 看清楚 今天红海 今天红海开牌开194.5 所以他开牌没有跳光跌破支撑 没有跳光跌破支撑 可是他最高高点202 收完收198 所以说他也没收到200.06 好 200.06 好 直接解答案 解完了 这个很重要 这很重要 因为我们的节目永远是充满了喜怒哀乐 没有路了这很快乐来 看清楚 这个是0050的压力 0050 你们真的来找我就对了 你他妈那废物老师 只会带你买文帽 只会带你买3037星星 他每次都死光光 那你为什么不做0050 你做0050 我跟你讲 你股票赔了四五百万 你0050顶多赔四十万 你那么白痴好不好 那明天 哎呦 0050很慢 如果明天跳过去 好 听清楚 我们就做最坏打算 因为我认为明天会嘎空 那你是老师啊 如果明天只要进床 废办制作 大跳水怎么办 来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 收线关键下 明天礼拜的时候收线 红海绝对不能开盘 跳空跌破195.5 好 我是华信重库总经理谢温 我的节目 我没有跟你如果来 如果去在这里 在那里不排除 而且今天我们交到很多 不管包括房地产 也交给你们 不管包括跨下养 跨下养未必是因为失诊 搞不好是因为你使用肥皂过度 或者甚至有些男生 那个什么积极会养 那也许是使用肥皂过度 然后因为你年纪大了 所以说你缺乏油脂 或者甚至大盘 我没解完 收盘大于AC 然后红海部分跟000 我没解完 这才是你要的专业跟老师 我是华信重库总经理谢温 反正少了百分之一 成本还是四百多万 反正行销一定要行销 行销是会帮助你们 我根本不在乎你们 他妈的我关会员续约 我就越来越屌了 我们电话号码 真的只要360 一天只一个积累便当 我电话号码02239238 永远相信事前预告 他妈的我最屌 本公司以往着 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付投资风险 烦死 每次下班前 才叫我做这个做那个 每天马上没时间吃饭 还要一直处理同事的烂盘 难道公司要给我两份薪水吗 所以你需要的是 严选最专业的分析阵容 从总体经济 股票分析之根本 最得实地则方产业 必在收看频道 给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理财收看 让你赚集第二份薪水